2.0.0.4 它是整個綠水器裡面 過濾最主要的部分 它可以分為最粗 慢慢越來越洗越來越洗 它中間是有放電機 所以有放出來的顆粒 它這個孔隙是非常細的 然後中間這邊有個溝槽 這個溝槽是為了讓水可以順利流過去 然後可以讓雜質卡在這裡面 不至於阻礙水油的通行 然後再來這三個 這三環是由雷射雕刻機掉出來的 它中外面是0.08mm 現在是0.04,0.02,有越來越細 現在要講的是過濾的部分 過濾,我就拿這個透明的盒子來當作孔隙的一個簡單的比例 比如說這麼大的一個孔隙 它可以過濾這個大小的微粒,輕鬆地擋住 然後水從旁邊流過去 出來就是一個乾淨的水,沒有雜質的乾淨的水 這樣打成一個過濾 但是如果遇上這個大小的雜質 它可以輕易的流過去 這樣子就失去了過濾的效用了 這個孔隙就等於照片中看到那個一小粒一小粒 黑色的小洞,那個也是孔隙 那個也是用來過濾雜質的 雜質就會卡在這些顆粒裡面 還有這幾個溝槽 這是理想雜質會卡的地方 這個東西算是最上面的頂蓋 可是這個要第一個狀 所以先把它倒過來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這個叫中心粉水柱 它是水會從這個孔流過來 然後從這四個孔 這四個孔是用鑽床轉出來的 從這四個孔流出來 會沿著這流下去 然後會分散出來 在組裝之前要盡量保持 每一面都沒有小石頭或小灰塵之類的東西 不然它會導致疊片不密合 會讓孔隙變大 失去最好的過濾效果 但如果有高壓空隙的話 最好要再裝前噴一噴 如果想要讓過濾效果更好 可以選擇更長的分水柱 就可以裝更多的疊片 如果把疊片的厚度縮小會更好 但是因為我加工有困難 因為它是機器是要這樣子夾著的 那夾著,爪子一定要有一個厚度才能抓得著 所以我只能做到那麼好 到了最後一片過濾疊片的時候 它是雙面的 因為它下面是平面的 它可以做雙面的才不會浪費 任何一個可以過濾的空間 最後一片快要到底的時候 一定要握著下面這幾片過濾疊片 這樣才不會導致它很轉動和磨損 當轉到手指轉不動的時候 要拿勾形板手 勾著這幾個用鑽長鑽出來的洞 照順情逆動 把它鎖緊 所適當的力道就好 鎖緊了 用勾形板手說好之後 要拿出濾水的底座還有一個墊片 墊碎這裡 然後倒過來 對準這個孔 鎖緊 也是所適當的力道就好 不然墊片會被鎖到 它水流的方向是從這個孔 流至它底下有個小孔 然後流到中心噴水柱 中心噴水柱會從上面四個小孔排出來 然後從這幾個很密很密的過濾孔 把水排出 然後會排到這一圈有個集水槽 然後流到排水孔 排水孔再從這個孔流出來 接下來這個 這是80瓦12伏特的支流電抽水馬達 我們現在來把水弄髒 看看 非常髒 我已經把整個過濾的線路給寄好了 首先是汙水 然後連著這個管子 但是因為管子裡面不能有空氣 空氣可壓縮 會把它的壓力給減弱 所以我剛剛就把空氣給拍掉了 所以現在管子裡面都沒有空氣 它會流進這裡過濾出來 這個管子流出來就是乾淨的水 我們將用這個杯子 接乾淨的水 來跟髒水做比較 我們開始過濾 你看 它水流出來代表它已經開始在有效的過濾了 因為我們馬達的力量比較小 所以水流的非常非常的少 這個實驗我們製作了10分鐘 但是可以明顯的看到 汙水和過濾過的水的差異 這個就是我們平常家用的過濾器 我認為它非常的不環保 因為為了那麼一點點的雜質 而丟掉那麼大一個塑膠 這個東西在台灣也沒有人在來回收的 這個就是直接燒掉會造成空氣污染等等的有害物質 這就是我做這個碟片式濾水器的原因 它是用不鏽鋼製成的 不鏽鋼的特性 可以重複使用 耐磨耐刮 然後可以清洗 而且如果 它那個顆粒或是溝槽已經被磨到有點 有凹痕 孔隙變大的時候 它可以在整片削掉重新雕刻 它可以近乎無限重複的使用 當然最好還是要在裡面參入一點鈦 像這個鑽球上面金色的部分 就是用鍍的鍍上去 鈦的作用有抗腐抗秀 而且能力更好 但是 加鈦的成分會比較高 比較貴 我們有錢 拆這個跟裝的差不多 所以我只是倒著做回去 我先把這個轉下來 然後扶好 掉地上它會腫起來 倒是不平 肉型扳手 順緊硬鬆的方式 把它寫下來 轉鬆就好了 我先把手把它 選下來 我已經把它有距離的 把它放完畢了 開啟它 這一盆 可能錄影錄不出來 它有點蠻混濁的 裡面就會有些小的顆粒 讓它水蒸發掉 底下的顆粒就會浮現出來 然後再用刮的或是掃的 把它顆粒掃掉 它可以單獨出來 它就燒了 非常環保 接下來是要 讓這個可以除袖 我們首先要拿乾淨耳布 把這個 上面看得到的水質給擦一擦 WD40 噴一下 然後 塗一塗 就這樣看得到優質了嗎 擦一擦 除袖 塞大問題 這樣子 其他顆也是一樣 然後這個也是 這個孔隙要特別清淨 不然一定會成袖 因為沒有堵太 但是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